低塵引擎聲以及流線外型 賓士一系列大改款 拉長軸距 降低風阻值 讓車輛的性能與油耗 有更強表現 再加上小改款的敞篷跑車 新款車一台接著一台 可是讓對手BMW很緊張 透過手機APP 連結車上360度全景攝影的鏡頭 BMW預告5系列改款很有科技感 只是最快今年10月才發表 明年上市 這段期間 賓士不只同級車E-Class 已經搶先登場 再加上近年推出不少年輕車型 讓總是苦追BMW的賓士 可能趁虛而入 小改款的車型 或者是大改款的車型 陸續不斷的上市 所以我們現在平均的一個 客戶的年齡值 大概也往下 大概延伸了 就是降低了大概將近5歲 從2005年開始 BMW就一直獨佔豪華品牌 銷售的龍頭寶座 但是今年情況悄悄有變化 看看今年1到7月 指標豪華車掛牌數 賓士以1.4萬輛 年增15% 領先對手BMW 而且BMW的銷量比去年衰退6% 第三名的Lessus年增17% BMW剛好準備要再做一個 大更新的一個週期 所以相對而言 現在它在販售的車款 相對而言在產品線上面來說 它的週期是屬於產品末期的 此外 業界預估在各品牌 大小改款車陸續登場之後 今年豪華進口車市 有機會衝到7.4萬輛 市佔率17.6% 挑戰新高 甩開不景氣 豪華進口車要一枝獨秀 記者 流浪恆 張宏他報導 有時期目會有特別的 協定 販水 協定 販水 販水 販水